當初在看到就是前導預告共犯的前導預告的時候 大家都很驚豔 尤其是在水中攝影的這部分調度上非常的成功 所以導演可不可以幫我分享一下就是在技術面上的突破 對 故事的場景有一個很重要的是一個秘密的湖 對 那這個湖就在學校的後山 那當我們要實際找到一個湖在學校後山幾乎就是沒有 沒有 台北是很難找到那樣的場景 對 那我們後來就是在其他的地方找到一個湖 那連上到那個湖都得花很多時間 就是快折半個鐘頭爬那個陡坡 那更別說是器材的運送 那上面那個湖我很喜歡它原生態的感覺 那因為我們有很多場戲在上面 那也有最重要的水底攝影的東西 我希望可以實際在湖裡頭拍攝 因為湖水它很容易汙濁 很容易就混濁 那那個混濁其實會帶給畫面一種窒息感 一種壓迫感 對 那我覺得對於新人演出 他們需要一個實地場景的感受 對 所以就希望可以在實際的湖裡頭拍攝 對 所以不管是水底攝影或者是 我們也在那個湖水面上架了一艘小船 方便攝影機的拍攝 那我想對於演員也是一個考驗 因為湖水的溫度蠻低的 對 然後每天都看他們發抖 雖然不忍心 可是還是得繼續拍攝下去 所以不管是水中掙扎溺水的戲 或者是很多場水裡頭的戲 他們很辛苦 他們要忍受那個低溫 然後甚至身上還會起疹子 對 所以當然是因為就是為了要求 攝影上面的美 最後的視覺美感 所以就是不管嗆幾次水 要為了這場戲也是要吃足苦頭 這次跟六位新生代的年輕的演員合作 剛剛阿吉導演說你花了半年的時間 才最後選定了這六位 可不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他們這次的表現呢 其實當初看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最頭痛的就是關於演員的部分 對 那因為所有的演員都是 角色背景都是高中生 對 那其實在台灣沒有很少在高中 這個年齡層的一個演員 對 所以當初就想說 試著想要在學校裡頭去挖掘 我覺得更多的新人 我覺得是讓他們在電影裡頭 可以表現一些高中生的青澀感 那另外我覺得對觀眾而言 也是另外一種新鮮感 所以花了半年的時間 就是在各個學校去尋覓這樣 對 那最後終於挑到這三男三女 他們其實也是在最後挑定二十幾位 彼此上表演課的過程中 然後互相淘汰 對的狀態下 然後產生的 對 從這六個人身上 你可以看到他們具備有電影角色的 那樣一個特質 壞學生的葉宜凱 飾演他的叫做鄭開源 那他其實自己過去有很不一樣的生活背景 所以他一舉手一頭足就是一個皮皮的壞學生的樣子 對他而言全是這樣的一個角色的類型 好像不是太難 對 那好學生的那個 好學生的林詠群 飾演他的叫鄧玉凱 他其實來面試的時候 你看不出他是一個純然好學生的樣子 可是他是他相對於其他人他多點禮貌 對 那跟他聊過之後才知道他高中之後跟高中以前的 他覺得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大一樣 他覺得高中之前比較受多一點的束縛 對 就是大家期待中的好學生的樣子 可是也許高中之後他想要擺開多一點的束縛 擺脫過去的一些既定的束縛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是內心跟外在的狀態 他其實有一點點矛盾跟衝突 那當他要飾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他其實會因為自己的一些生活經驗 會讓他再有所加分 另外演那個相對於比較孤僻的黃麗淮的這個角色 我們找到的是吳劍河 吳劍河過去他其實在有一些電影的演出 那也有一些電視劇的演出 他甚至在那個金鐘都獲得肯定 可是他過去都是飾演比較壞學生的角色 然後這一次我希望他可以把那種外放的壞的感覺 在收一些 在內斂一些的表現 因為他這個角色是相對於其他比較有心機 對 那個心機又不能太外顯 對 所以當初找他來就飾演這個角色 對他而言我覺得是一個轉變 也是一個很好的發揮 那接下來三個女生 主要的一個死掉的女學生 夏威喬 他其實是整個故事的謎 所以其實要找這個女生特別的花時間 對 他的外型上要吸引人 那他的個性上要有一種交氣 對 所以 他其實是在整個電影懸角的最後一刻才誕生的 對 就是真的都找不到人 後來找到他 他其實過去都是一個 比較是一個model的身份 對 那那時候真的 就覺得他的外型是亮眼的 可是不是那麼確定他的內在個性 或是他的一些潛質是不是可以 所以那時候就急了 所以我就直接跟他對戲 對 然後所以在對戲的過程中 我們彼此有衝突 彼此 我會記他的個性 譬如說你會有一點斥責他 那當你斥責他的時候 他有一種不服輸的感覺 強忍那個 強忍那個 不管是傷心難過也好 他有一種倔強的出現 我就覺得 這樣的個性的感覺 很像我們故事裡頭的角色 角色 對 那 所以最後選定他這樣 是 那另外還有 朱靖怡是電影裡頭 好像看似最無辜的一個角色 對 那他過去也有一些電影 跟戲劇的經驗 對 不過他其實在電影的圈子 還算是一個新人 對 然後也是請他來單綱演出 另外一個最小的是黃麗懷的妹妹 對 那他拍攝時 他其實只有十五歲 對 所以 是超齡演出 對 高三畢業 是是 所以那時候當初是請他演一個高一的學生 對 所以 他其實在裡頭的表演並沒有這麼的容易 因為很多情緒要窺體的戲 可是因為他本身有一種不服輸的個性 所以每次在拍攝現場就用各種方式 即將法 即將法 即他 那他其實就會那個 那個不服輸的個性就會跑出來 那他就會盡量把他做得好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很幸運的是 就是這一次有這六位新人來擔綱主要的角色 對 他們其實在整個拍攝過程中 坦白說 有很多意外的火花 那也讓我非常對他們的期待 就超乎我的期待 超乎你的想像 對 因為畢竟這一次的表演方式 他是一種比較有目的性的 因為他是一個推理懸疑 這樣的一個類型故事 對 他可能有別於逆光飛翔 對 像是一種素人的本色演出 對 對 所以其實對他們而言是一個很好的挑戰 也是一個很好的第一次的嘗試 對 就是每一個就是故事的劇情 都是要朝一個很強力的推動力的方式 所以是一個目的性的演出 是 從奇蹟的夏天 或者是自己拍很多紀錄短片 最美好的畫面 它沒有留在紀錄片 沒有在膠卷裡 對 它就是在你的腦海裡 腦海裡 對 那我後來就把腦海的那個印象 把它畫成文字 變成情節 寫成故事 是 就變成逆光飛翔 之前有一部短片叫天黑 慢生 雷 隊